很高兴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和我们这个研究小组 在大数据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些心得 大数据怎么产生的 就是有一个 英特尔有一个大致的估算 就是人类有文明史以来 也就是5000到7000年这么长时间 到2003年为止 和2003到2013年 这十年间产生的数据 他们的比是一比500 就是说这十年产生的数据 是那五到七千年产生数据的500倍 2009年的时候去了ASEC 主要是还是学金融市场这个方向 中间我在这个法国进出口包饮公司 和法国线银行 做金融这方面的实习 然后现在在法国周华使馆经济处 做金融方面的政策 和这个外事的各方面的工作 那么ASEC的特点呢 就是我们和这个学校的 就是学校和企业的关系特别紧密 像我们很多同学找工作 很多第一个想法不是去投简历 而去看看我有哪些校友 在哪些相关的工作公司工作 我包括很多我认识同学 我们找工作都从这一步开始 先看看这有谁谁谁 然后跟他们先联系一下 这个和我觉得和我很多本科同学 在找工作的时候 是很不一样的 然后在A3的我学习方向 主要是企业金融 然后期间呢 我在中头还有汇丰巴黎的投行部实习过 然后是去年回了国 然后现在在一家民企 叫华明创富 然后做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做家族办公室 我觉得你出国留学 不光光学习 不光光是迈上你职场第一步 或者你可能想换专业换工作 我觉得更重要是一本 是一种生活上的体验 我想请学姐分享一下 您最后是怎样在学习和工作实习的过程中 然后慢慢发现自己适合什么 想干什么的一个心路历程 如果在那个一开始迷茫期的时候 建议你去参加那个CPI的项目 就会搞创新的 跟其他学校 跟不同背景 然后不同专业 不同学校的人在一起 你可能更能激发出来 然后你的兴趣 而那个CPI 如果先天简厅上的话 对你以后长期实习 也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慢的话 大